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西藏一直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 都说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西藏 因为只有到了西藏你才知道天有多高,云有多近 人对信仰可以有多么的虔诚 前百年来在西藏一直流传着很多都市传说和未解之谜 就比如说消失的象雄古国,福藏之谜,圣山的诅咒等等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西藏的高僧洪化之谜 洪化在藏传佛教中是指高僧在元祭的时候出现的一种神秘现象 修炼到境界很高的高僧 死亡时,肉身会在元祭后几天内自动化成五颜六色的光 就像彩虹一样,进入空行净土的无量宫中 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总觉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大家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 事情还要从1975年开始说起 在印度与西藏的边界,有一个偏远的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名叫斯比提 它位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脉高处 在那里可以看到屹立在荒芜山上摄人心魄的古佛寺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村庄之一基波村 以及激流羞泳的斯比提河 每当落着时分,蔚然的高山和寒气边人的峡谷 总给人增添了一份荒凉冷寂的悲壮 而斯比提在当地语言中是中间地带的意思 他也强调了这个村落所在的位置是在西藏和印度的中间 作为印度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 斯比提也深深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 1975年一场地震过后 两名印度边旁巡逻员被派去修整灾难中被损毁的公路 在一堆废墟之中,他们挖出来了一具尸骨 而这具尸骨它并不是一具普通的尸骨 只有一尺多高,而且周身没有任何的腐烂 被保持的完好无损 头部紧紧贴着膝盖呈冥想打坐的姿势 身上缠着一条布,从脖子绕到大腿下方 当地人用神坛将这具干尸供奉起来 像神佛一般每日朝拜 藏传佛教中,当上尸去世之后 弟子们会用特殊的宗教仪式将尸体给保存下来 作为宗教遗迹 因为在弟子眼中,上尸的遗体是尊贵的神圣的 和古埃及制作穆乃伊的仿佛诗有一些相似 藏传佛教的弟子也会将上尸的遗体内脏取出 在体内塞入盐或者是松香 之后将整个身体进入融化的黄油当中 再将全身上下贴上金箔 但是在四臂体发现这具干尸,这具肉身佛 它却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腐工艺 自从被发现起就一直暴露在空气当中 却没有出现任何的腐坏的痕迹 正常情况下,人在死后免疫系统停止了工作 微生物可以在体内自由传播 肠道内的细菌开始消化大小肠 然后顺着血管系统扩散至肝脏和脾脏 再进入心脏和大脑 正是这些菌群导致了尸体的腐坏分解和白骨化 这也被称为尸体现象 可是大自然的规律 怎么在这具西藏肉身佛身上就不管用了呢 它安强地坐在那里 双唇微张,牙齿清晰可见 深邃的眼眸中还可以看到干缩的眼球 睫毛头发根根可数 躯体完好无损 最重要的是这具肉身佛 它只有一尺多高 相当于一个婴儿的高度 200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教授维克多梅尔 法医人类学教授玛格丽特·考克斯 以及放射科专家布鲁诺 组成了一个科研小队 专门来到了这个海拔3280米的边境小镇 试图解开西藏肉身佛的秘密 而这次科考的过程还被拍摄成了纪录片 《西藏肉身佛》曾经在探索频道播出过 维克多一星人用精密的仪器 对这具肉身佛进行了检测 试试证明没有使用任何的防腐剂和化学物质 而肉身佛独特的坐姿也引起了科考小队的注意 放射科专家布鲁诺使用数位型X光机对骨骼进行了分析 结论是肉身佛应该在死亡之前很久就保持着这样一个脊椎弯曲 胸将贴近大腿的独特坐姿 围绕在他周身的袋子 应该就是用来帮助他保持高难度冥想姿势的冥想袋 科研小组剪下了冥想袋的一脚 以及肉身佛的一小桌头发 带回了美国实验室进行碳十字定年法检测 以确定肉身佛的年龄 而检测结果表明这句肉身佛距今为止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 而那条冥想袋也是同一年份 专家推定这座肉身佛应该是高僧僧家丹僧的遗体 藏传佛教根据修为的不同次后的红化现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红化之后身体逐渐缩小 大约缩小到一尺左右 此后身体变得坚硬如铁 敲击的时候还会出现邦邦的声音 就跟咱们理解中的金刚不怪之身有一些相似 我的理解是斯比迪发现的这句西藏肉身佛 应该就是属于这一层次的红化现象 事实上关于肉身佛的记载还有很多 在文革的时候 大部分西藏肉身佛都遭到了破坏或者是焚烧 僧家丹僧肉身佛正是因为出于印度边境才幸免于难 第二个层次被称为舍离 藏传佛教认为高僧在元祭之后能够引导自己的灵魂 让身体回到最原始的状态也就是一道光 肉体会在元祭之后的几天自动化成光和声 最后只剩下一些头发指甲 以及各种各样透明坚硬的舍离子 第三个层次是极少的修为极高的高僧才能够达到的境界 也就是人体完全红化 元祭之后头顶会泛发出来五颜六色的光 就像彩虹一般 身体不断的发光 形骸不断的缩小 直到逐渐消失 西藏生死书中将这个过程称为红身或者是光身 就是因为身体融化时会出现彩虹般的光芒 而红化的最高成就就是在肉身完全光化之后 光明可以再次凝聚成三岁孩童般的彩虹身 被称为五死红身 直到自己将要红化的高僧 会要求单独在帐篷或者是房间里面待七天 等到第八天的时候 弟子去查看的时候就发现遗体不见了 只剩下头发指甲或者是一些舍离子 而在所有红化事件的记载当中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高僧索南朗杰的红化事件了 倒不是说索南朗杰是藏传佛教中修为最高的高僧 而是因为目睹和口述着整个事件的人 是曾经西藏地区的书记张国华 张国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 这反而让他的口述更加可信了 1950年张国华被任命为西藏工委书记 次年率部队进驻西藏拉萨 1952年张国华又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司令 而在此期间张国华和西藏地区的很多居民 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其中就包括高僧索南朗杰 有一天张国华接到了索南朗杰的电话 索南朗杰说自己马上就要远行了 当时张国华就觉得索南朗杰肯定要去别的地方传授佛法了 就想着在他启程的那天去寺庙给他送行 可是没想到这一天他来到寺庙却目睹了非常奇特的一幕 他说他刚刚走进寺庙的时候 就看到十几名弟子围着索南朗杰坐在大堂里面 整个寺庙鸦雀无声 张国华也不敢打扰 他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 这个时候他说他看到正在打坐的索南朗杰突然之间升空 然后重重地落下 铿锵有声 就这样一声一起进行了三次 到第三次的时候 伴随着如雷电一般的巨响 索南朗杰就化作一座光 消失不见了 在西藏生死书中也有一粒关于红化的案例 是高僧索南南杰的 他也是西藏生死书作者索甲仁波界的老师的父亲 书中记载出索南南杰在元季前不久 常常去山中打坐 仰望星空 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临终前索南南杰只说到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死后 一个星期之内不要动我的遗体 去世之后 家人就把他的遗体层层地包裹起来 放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 请喇嘛和僧人为他诵经 但是当搬遗体的时候 人们就发现 这人高马大的索南南杰的遗体 却非常的轻 很轻松的就能够被搬到房间里面去 在诵经到第六天的时候 奇异的彩虹般的光芒充满了整个屋子 到了第八天的时候 家人为了安排丧脚事宜 就去查看索南南杰的尸体 却发现那个时候 只剩下头发和指甲了 有人可能会说了小屋 你刚才说的这些案例都是一些口述 或者是书中的记载 无图无真相 下面这个事例是有照片为证的 2011年7月23日 高僧阿丘仁波切过世 在他原济的当时 很多人都拍到了奇异的景象 有一些人看到的是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个 扩散状的红色光斑 而且还复文说道 今天下午在瑟达县金马广场上空 亲自感受太阳中的 阿丘喇嘛仁波切 还有的是拍到天空中刺眼的光芒 阿丘仁波切 原济之后 遗体也出现了明显的缩小现象 弟子将其遗体供奉在法座之上 用法衣包裹着 头上戴着五佛关 而这五佛关几乎能将整个遗体照住 但是从阿丘仁波切 生前的照片可以看出 他的身材并没有那么的瘦小 也许红画现象中 画作一道彩虹光 不能用简单的一句 有图有真相就让人信服 毕竟这个年头 别说是图片了 影像资料都能造假 但是我认为 红画现象中的遗体缩小 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 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呢 在纪录片《西藏肉身佛》中 外国科考小队 在带回去的头发样本中 发现了超高的碳元素含量 由此推断 高僧僧家丹增 可能在元季之前长期绝持 导致了体内的内脏萎缩 同时防止了体内细菌的滋生 这可以从一方面解释 为什么遗体不使用任何的防腐措施 却能够千年不符 但是他不能够解释遗体 为什么突然会缩得那么小 而且藏传佛教的弟子 对于外国科研小队的这一结论 是完全不买账了 他们反驳说到 历史上有很多 因为饥饿而亡的案例 却没有人记载说 这些饿死的人是遗体不坏的 而且藏传佛教的修行人 是不可能用绝食 牺牲自我的方式 去成就肉身佛的 因为自杀在藏传佛教中 是极大的恶业 另外在纪录片中还提到了 1981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赫伯特·本森 在西藏僧侣上所做的一场 关于灼火钉的实验 赫伯特·本森的研究领域 是身心医学 也就是心理因素和身体健康 以及疾病之间的关系 灼火钉是藏传佛教密宗 所修的钉法之一 利用类似于气功的修炼原理 来抵御寒冷和饥饿 实验中本森教授发现 僧侣们开始灼火钉打坐之后 新陈代谢氧气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会发生惊人的变化 皮肤温度会急速升高 在室温只有4度的寒冬里 几位被实验的僧侣 把床单浸到冰水里面 然后再把正在滴水的室床单 裹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上 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会被冻得瑟瑟发抖 甚至有一些人会因为血压的 突然降低啊晕厥 但是这几位高僧 在开始灼火钉打坐之后 不到5分钟 床单就开始冒蒸气 40分钟之内 本森教授反复实验了多次 结果都是一样的 而且在被实验的僧侣中 有一位高僧 他的氧气消耗量下降了70% 这位高僧呼吸的次数 也由正常的每分钟14次左右 减少到了每分钟5次到6次 被实验的僧侣说 在灼火钉打坐的时候 随着每一次呼气和吐气 他们都感觉有一团火在胸腔内燃烧 本森教授认为 藏传佛教的冥想打坐 可能会对人的肉体产生极大的影响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影响 导致了原济之后的红化现象吗 一种猜测是 高僧在原济的时候 体内可能会产生反物质 物质与反物质相遇时 会互相湮灭抵消 并且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也就是红光 1928年 英国物理学家保罗·迪拉克 将量子理论和狭义相对论结合 写图了电子在高速运动下的 薛定额方程 被称为迪拉克方程 而迪拉克方程 预测了反物质的存在 反物质可以简单的 被理解为物质的镜像 我们的物质世界由原子组成 那原子由质子电子和中子组成 质子带正电 电子带负电 中子不带电 但是有一定的磁性 那么反物质呢 就是由反质子 反电子和反中子组成的 反质子带负电 反电子带正电 反中子的磁性 与中子正好相反 物质与反物质水火不容 它们一旦碰撞就会湮灭 并且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而且目前科学界 已经证明了反物质的存在 1932年 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 在研究宇宙设限的时候 发现了带正电的电子 也就是反电子 1955年 美国物理学家赛格雷和欧文张伯伦 通过粒子加速器 发现了反质子 1956年 美国物理学家布鲁斯考克 发现了反中子 反质子 反电子 反中子全部都被发现了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生产 和制造反物质了呢 1955年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成功制造了首个反物质 反氢原子 与正常的氢原子不同的是 反氢原子中间 有一个带负电的质子 外面有一个带正电的电子 围绕着它旋转 那么以此类推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 或者是研发出来 所有物质所对应的反物质 就可以制造一个反物质世界 或者是反物质宇宙了 而反物质湮灭 所产生的能量是巨大的 0.5克的反物质湮灭 所产生的能量 相当于一颗广岛原子弹 而事实上反物质的来源 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加近在咫尺 就比如说香蕉 就能产生反物质 研究表明香蕉 每75分钟 就会释放出来一颗正电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是因为香蕉中 含有少量的甲四石 甲四石是甲的天然同位素 它在衰变的过程中 会产生带正电的电子 而人体也含有甲四石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 人体也会能产生反物质呢 如此一来 似乎就可以尝试用反物质 来解释红化现象 但是最大的硬伤是 红化现象中并没有出现爆炸 而且如果一个 对应着几十公斤重 肉体的反物质出现 它所产生的湮灭能量 别说是把一个寺庙给炸平了 就是产生地震 都是有可能的 至今为止呢 说来说去 西藏的红化现象 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以至于它是否存在 都是极具争议的 我想这最根本的原因是 我们尝试用科学 去解释神学 也许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